近年韓國汽車的設計都可以說是一個大躍進 以往大家對韓國汽車的感覺是很頓和不型格的感覺 但自從進入了電動車的世代 尤其是KIA的EV6 或者Honda的Ioniq 5 都是一個很未來的科技感的設計 而我們今天試這架Nero EV 2002年版 同樣採取了一個新的設計 除了看來是型格和硬朗之外 一邊還有很多安全科技 如果不想再過最新的科技資訊 就記得訂閱我們UNWIRE的Youtube頻道 以及按通知鈴鐺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上一代的Nero EV是怎樣的呢 就是這樣 相對上沒有那麼容易被人留意到 廠方就將本身比較圓潤的線條 改成比較四方起角的設計 個人來說都挺適合我心思的 車頭燈也變成了硬朗一點起角的設計 加入了所謂的Heartbeat Signal設計 鬼面罩就轉為他們的Signature 虎鼻鬼面罩 由引擎蓋一路延伸到前方的擋泥板 上方就有一條一幅色的黑色線條 看起來都挺型的 反而充電位就放在鬼面罩中間 個人就覺得放在車側會好一點 它支援最高100kW的快充 0-80%只需要45分鐘就充完 再打開的車頭蓋 這裡是有少少住物空間 可以讓大家放下充電線在裡面 設計上都挺方便 再看看它的C柱 其實它除了可以選擇2tone的配色之外 它亦都內有乾坤 它裡面是可以有一個擾流的作用 風在這裡走進去的時候 同時就在尾那裡塞出來 另外它還有一個智能的電動尾門 當我的車時更新的時候 它就會自己可以打開 講到主動式安全科技 這輛車配備了前方碰撞預警系統 當偵測到其他車或人 就會有提示 甚至在緊急情況介入煞車 另外它的車道偏移警示 車道維持輔助功能 就方便我們一長時間駕直路 例如在隧道或公路等等 保持行車的安全 這些彎路 它的Lane Keep Assist 都不停介入 控制我的軚盤 去幫助我 以免做了一個轉向不足 然後再拆開山 所以它的安全系統 都做得非常敏感 當然它也有配備後拍鏡頭 也有後方的交通防撞主動煞車系統 幫助司機向後駛出時 確保不會影響到其他駕駛者 另外它也有盲點防撞警告系統 除了在儀錶板上會顯示到後方有物件接近 在倒後鏡頭也會有警告燈提示 若你要打燈過線的時候 它更加會發出警告音 軚盤也會震動提示你 雖然Nero EV並非是使用 專為電動車而設的EGMP底盤 但第三代的K底盤是可以油電共用的 所以即使要放電池也好 它也可以做到後座的地台全屏 不過後座坐起來空間就不算太大 腿部空間也足夠 頭部就剛剛好夠我這個高度的人座 適合一些三至四人家庭 有個小朋友又有空間可以放東西 在續航旅程方面 這架Nero EV 根據WLTP的標準可以去到460公里 但到底是不是真的這麼多呢 最實際當然是測試它的電號 我們在牛頭角經龍牆道前往丁九 中間也不算塞車 也有上上落落的路段 大約20公里的路程 耗電量由85%減到81% 總共用了4% 司機位有一個兩幅式的軚盤 左下角有Drive mode按鈕 可以給司機快速轉換不同的駕駛模式 亦都有加減撥片 可以轉換不同的動能回收程度 至於iPad模式 更加可以單靠放開電門 而去煞停車 而標版就採用了一個10.25寸的LCD顯示屏 而標版和中控台是一個一體式的設計 不過它就分開兩個螢幕 香港版本的中控台的螢幕 就小了一點 令到它的科技感減弱了 不過其實它已經原生支援 無線的Apple CarPlay 這輛車還有冷暖椅和電熱鈕功能 你可能會說電熱鈕有什麼用 在香港 但到了一年最冷的幾天 你便發現這個平時沒什麼用的功能 其實都蠻有用的 另外它前座的乘客位 還有一個叫RELAXMODE的東西 這樣一鍵就可以躺平了 唉 睡覺了 休息 另外它也支援QI無線充電 那一排冷氣按鈕 亦都可以變為控制娛樂系統的按鈕 說了這麼多車的設備 它的乘坐感和駕駛感又如何呢 雖然它的車身較高 但是由於電池在底部 所以重心相對也低一點 即使入彎的時候也不會太傾側 我們行經農場道的時候 它的濾震也減低了很多行車的不適感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 它的動能回收的拉斜感也不會太強 那駕駛起來 即使我不是一個電動車的用家 亦都不會覺得很難適應 至於寧靜度方面 電動車就一直都靜的 雖然我自己就覺得 它未及更加高級的電動車的駕駛質素 但是行車的時候 60分配左右的噪音都算是相當之不錯 那今代改款之後的NERO EV 是的確更加帥氣 感覺上更加適合今時今日的年輕人去駕駛 那它一換一的車價呢 就是三十六萬九千八起 雖然有人會說 這個價錢 都買到同廠的EV6 又或者是可能給多一點 買Model Y都可以 還好似多些科技 但其實NERO EV 絕對不是沒有競爭力的 因為其實它本身 都是有相當之多的安全 和科技設備 是不用價錢去選擇的 另外它的乘坐感也相對舒適 而且它是有少量現貨 不知道大家又會不會想早買早享受呢